刚刚睡醒来 看一下现在是晚上两点钟了 外面好像还有声音呢 我去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杰哥还没有睡觉哦 杰哥 你还没睡啊 没有啊 还在剪视频啊 这么晚呢 你准备起来了 我看你还没睡在干嘛呀 这么关系 你不是睡在这里不习惯吧 没有 但是都是零天都好 明天早上又不安 现在两点多钟了 还有一会儿 还有十几分钟 就不好了 那快点搞搞完了 快点去睡觉 快点休息吧 是不是呆着不习惯的 没有啊 没习惯了 怪不得这么多朋友说你都瘦了 你天天搞到这个时候你说你怎么不瘦 我经常搞到这个时候啊 习惯了 在广东那个时候好多了 广东那个时候经常搞通宵 那个时候上班要上到12点一点钟 回去了还要拍视频 拍视频还要解释一下 现在好多了 主要是我们白天 白天在团库忙 又没时间弄啊 这个玉米没有家里的玉米好吃 你看我们家杰哥 快点睡吧 睡觉 你这样叫我怎么睡得走 我这一下进去了 你快去入门了 去吧 那你快点搞 搞完得早点睡啊 好 辛苦了 不辛苦 那我真的去睡觉了 去吧 快点啊 搞完早点休息啊 几分钟你搞完了 完 完 哎呀 那我去睡了 嗯 好 嗯 到房间里面来了 看着杰哥这样 我也挺心疼的 每天晚上真的搞到那么晚 现在都已经三点钟了 还没睡觉 外面还有声音 我躺在床上我也睡不着啊 看着杰哥这么辛苦 我心里也不舒服 有时候真的想帮一下他 但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好 就是说有心无力的感觉 好难受啊感觉 就像他自己说的 以前在广东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熬通宵 上晚班回来晚上 又接着拍视频 拍完视频还要见 真的就是通宵 就这样的话真的好累的 就是也不光是他 他累啊 就是可能各行各业 都是这样 现在就是说 不管是做什么 都难 赚钱也挺难的 各有各的苦 但是也有苦后也有甜嘛 是不是 这一次杰哥跟我到越洋来 也来了有 大概应该有七八天了 具体几天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每天的话就是跟着我 在外面跑 然后在仓库忙一下 真的挺苦了他的 特别是 前两天直播的时候 有朋友说杰哥瘦了 在这里跟着我的话 真的 有时候 连那种 饭 我觉得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 没有准时吃过饭 可能他跟着我也就是这样子 没有说什么准时准点吃东西干嘛的 其实就是这一方面 我可能做的不够好 做饭给他吃的时间 就是有时候也会做 但是 不怕你们笑我 做的还是少 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挺忙的 杰哥跟着我也挺辛苦的 唉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那种 那种 那种苦 没关系 现在我们还年轻 嗯 现在我们努力一点 苦一点 以后我们会好的 一起加油吧 谢谢大家 辛苦了 朋友们晚安咯 真的要睡觉了 好 好 好